近日,有外媒报道称,俄罗斯的一艘运载着我方购买的S400远程防空系统零件的运输船,日前已经成功地抵达了我方码头。 据报道,这最后一批S400远程防空系统零件,其实应该适用于弥补。 今年1月份十倍英吉利海、狭强大的风暴损毁的那批S400远程防空系统,很多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上面用了一个词,最后一搜,其实,这是因为早在去年,就已经有外媒报道称, 我方已经决定只购买一批S400远程防空系统,不会再购买第二批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了。 所以,不出意外,近日交付的这一批S400远程防空系统零件,应该就是第一批订单的最后一部分了。 事实上,要了解我方购买俄罗斯的S400远程防空系统这个军贸项目,我们还要从签订这个合同说起。 2014年珠海航展前夕,双方就正式签署了S400防空系统的采购合同。 而当时S400防空系统的娘家,世界著名的金刚石安派防空集团,就派出了颇为强大的阵容了,参加了2014年珠海航展。 其中包括了S400远程防空系统,道尔MR防空导弹系统,还有反导预警雷达等一系列防空导弹系统装备。 尽管我方对这项军贸合同一直守口如瓶,但是根据俄罗斯方面,有关消息人士透露称,合同内容是中国方面将会购买至少6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整个合同金额超过30亿美元。 那么,关于金刚石安泰防空集团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性能,相信很多读者已经略知一二了。 读者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今天我们的关注重点是为什么我方只购买了一批S400防空导弹系统之后,就不再采购了呢? 关于这个疑问,我们可以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我与俄罗斯之间,有两项重大的武器装备贸易项目,分别为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苏-35战斗机两个大项目。 苏-35战斗机的合同应该是在2015年11月时正式签订的,整个项目金额超过了20亿美元。 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已经向中方交付14架苏-35战斗机,而剩下的10架也将会在今年交付完毕。 在这里可以看出俄罗斯苏-35战斗机的交付速度是比较快低,而苏-35战斗机较快的交付速度也给我方带来了很多优势。 例如在今年3月份,媒体就报道了我们的苏-35战斗机战寻南海的消息,而就在前段时间,媒体更是报道了我们的苏-35战斗机护航空6K穿过巴士海峡,进入了西太平洋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的震奋消息。 毫无疑问,我方购尽的这些苏-35战斗机,已经形成基本战斗力了。 当然了,交付速度慢还不是我方放弃多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核心原因。 在笔者看来,我方之所以将不再打算购买第二PS400防空导弹系统,是因为经过4年多的时间,我方目前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术实力来去自主研制装备新型的远程防空系统了。 去年接受检阅的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就是最好的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